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远 有一个那个 有一片沙漠的山顶 就那边沙化了嘛 而且很高 然后那山顶上有唯一的三棵树在那个沙漠上 然后我就跟阿民说 我说卧槽 我要去那儿 然后我们俩就我们俩就往那儿去 结果发现真的是 我们得走了得有一个多小时吧 就看着觉得挺近的 走过去我看他走疯了 最后还是走到了 走到了那个沙漠的山顶上 对 我那个是这样 就是因为你现场不展 那个最终我是没看到嘛 嗯 那个就你说两个video 嗯 然后一个是小就是小师傅嘛 然后一个是活生嘛 是吧 活生实际上就是 你可以觉得有时候也是生活反过来 你也可以觉得就是 就是两个字嘛 是吧 活和生嘛 嗯 所以其实那个那个是在国外拍的是吧 对那在新西兰拍的 对 就是有点好像是那个 那个灵魂在对话的那样 对对对对 就是两个 嗯 两百年前的一对情侣的鬼魂 啊 然后 突然在墓地里面又出现了 就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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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刚好是坐在一个墓碑前面嘛 就好像那个墓就是他们俩 又能说 这就是我生命 就像这部分我经常的那样 嗯 你看 你呢 这时候他们会觉得一件事在过程 像一个坏消失的 我本身的记性 传续 他们会说 嗯 那就不发生 怎么会了就不想理想 但 我认为这些人会觉得有些人也 还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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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嗯 嗯 嗯 我认为一些人会害怕 我认为一些人有很害怕 it's going to come into the present you know and so even when they're not afraid it just even if it's just something they've forgotten you know it just might be a strange experience you know something from twenty years ago that just comes into their life and that's just wow this is you know I thought there was just a distant memory you know it's this is sort of strange I wonder, you know, I just wonder... Did you tell them you want to change jobs yet? You know, I'll meet again... You know, when something's from the past... Why do you want to change jobs anyway? Aren't you pretty comfortable with the one you have now? Yeah, it's a good job. I just don't feel like I'm doing much. 这两百年的生活 抱怨一下工作 觉得同事挺没劲的 老换工作 说点这种日常的事 咱俩是不是也两百年没见了 咱们应该更久了吧 没有四百多年了 我觉得 对 所以就是说 包括就是说 那个 我就觉得拍的那个叫 SIG HOSNO 是吧 SIG HOSNO SIG HOSNO加 HOS 我是觉得也就是说 灵魂或者说鬼魂那个词显得好像是有点文学色彩 就是一个好像没有被时间和空间冲刷掉的一个精神的因子 好像始终是在穿梭在这里 有那种感觉 就在你的作品里 因为总是会有这个 无论说你用的手法里面是一个有时候它显影啊 有隐退啊 有出现啊 其实就是说 始终在颠倒所谓的就是说 好像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是那个鬼魂的话 我会问自己哪个是真的 对 就是说 我打断一下 这个收音是不是只能收到我的 没有 我们俩都能收得到 因为我离你这很近 所以会比较清晰 我离你期盼有半米的话也会 我觉得这个头是不是应该冲这边 可以 这样我估计好一点 都清晰的 都没问题的 这样可以啊 那行 那挺好 所以就是我说这个鬼魂好像成为你的演员 对 因为这个 其实我在做一个鬼魂系列的一个 所以 因为鬼魂对而言有两个层面吧 一个是 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鬼魂 就是 人死了以后变成鬼的鬼魂 另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种 虚拟世界的游魂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似乎是 现在一直存在 就是现在 我们在这个网络生活就很像一个游魂吧 爹 ぽ 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会有的 有时候会有一种恍惚感 我觉得那种恍惚感可能就是一种 有点类似于那种很虚无缥缈的这种幽魂的感觉 有点抓不住的这种感觉 就是你怎么忽然间觉得自己怎么会在这 或者有时候像那种感觉 就是你觉得这一切好像很熟悉 就这种很穿越的感觉 其实也挺像一个幽魂的感觉 对 因为我们习惯了就是住在这个房子里 住在这个身体里 其实有时候魂 好像我们是一般稍微说的这个斩铃截铁一点 好像人的肉身失去了之后 那个魂好像才出来了 但实际上就是说 你在这个房子里面是走动的 是吧 就是你其实就是你在这个房子里 你活着的时候你的魂也在动 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 王冲来说鬼魂成为你的演员 其实有点像包括像你这次作品 包括像之前的这种作品 在我看来就是有点白骨观的这种感觉 就是看观白骨的时候 它是一个所谓的有限时段的一个端点 是吧 就是说我们这一生不长不短的 但是死亡或肉身死亡 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端点 所以白骨观的话 它实际上一下子把你拉到 或者是想象到那样一个一个端点上去 然后呢 其实这里面也多少少 我觉得还是有点 也不是一种强迫症 你这种拉扯的话 可能会会让你对于所谓的 你现在这个房子 或者是当下的一个 所谓的家里面的那个真实生活 有一个有个反思的反作用力吧 是 我觉得对我而言 死亡这个事吧 它实际上 它很神秘嘛 说白了 它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一件事 因为 你根本就触及不到嘛 实际上我觉得死亡这个概念也很逗啊 就是我们一直提 一直好像我们对这个概念非常熟悉一样 但实际上 你在稍微 哪怕再多想一点点 你都觉得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它是极为抽象的 抽象到让你觉得 它的存在与否都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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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实际上我是觉得在你的艺术命题里面 有一些是比较终极的命题 就是涉及到就是 因为它的反弹力会很大嘛 它会帮你击破掉很多当下的一些患者 从另一方面来讲 我也觉得你也没有说完全飘到天上去 对我不能 我不能完全飘到天上去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一直 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方法论吧 我不能说把一个东西做出来 它就在虚空中的 因为对我而言 任何做艺术的人 它最终都是构建 在虚空中构建一个房子 然后让大家进入到那个房子里面 去体验 一种未曾体验的一种经验 这个是 我觉得任何做创作的人 的共同命题吧 但是你比如说 艺术家 当代艺术家 他会直接在虚空中构建一个房子 这会制造一个问题 就是 一个很有 很有怎么说呢 很有感受性的 或者是一个 很有经验的一个观众 它是可以直接进入到那个空间的 但你对于一个 对于一个 对于大量的观众而言 它很难直接进入到那个抽象的 虚空的空间里面 所以电影对于当代艺术 它的最大的不同 我觉得就在于 电影是 会构建一条道路 就是它 你比如说你在虚空中 构建那么一个房子 电影会给你搭一个楼梯 让你一步一步地走到那里 所以它里面就有很多 很生活的东西 它会讲故事 它会用情感 它会用 各种能用到的 你熟悉的语言 来一步一步地把你带到抽象的命题里面去 因为一个电影你看到最后 它所给你的最后的那句话 它不是说你今天吃了什么 就那么世俗的一句话 它最终还是会给你一个 一个比较虚的 你的 或者是比较 不是你日常经常思考的一个命题的 这么的一个提问也好 这么的一句话也好 它还是在表达虚的部分 但是它人性的部分就在于 它是构建了那么一条道路 然后一步一步的 像一个导游一样 带着你在这个路上 经历各种风景 然后让你到达 最终它想要你到达的那个空间里面 所以 我在我的整个创作里面 会一直保持这个方法 它是有那条道路的 就是有那条 有那条临终小路 你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是在里面散步 然后最后到达那个房间 对 所以它不是就是在空中的 它是像飞机起飞一样 你先是在地上 然后在跑道上跑一会儿 然后慢慢起飞 然后再飞到半空中 是这样一个节奏 我们对戏剧人物的绩效 来自可怜的 被关注心理投射 对 对 因为我是在试图书里那些曾经堵住你的那些部分 然后我觉得有很多是共性的 比如说黄色和香蕉 利比多的这个部分 是一个部分 然后另外涉及到一个所谓的职业和工作 就是你所谓你做的这个事情 是吧 然后 所以就是包括就是说 像我今天早上还在看就是说 就是I'm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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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le的时候 其实当然因为我没看完 但是你在北京那个个人 我是看过那个片子的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 身体是一个层面嘛 就是说身体是一个层面的这种 跟自己跟自己的这种较量 然后职业身份也其实也曾经经历过比较焦虑的 这个部分是 包括在各自的个人之间 你做的这种调整 对你说回顾琴那个时代是吧 就是13年那会儿 对13年那会儿 就那段时间就是想不通 就是各种事都想不通 他已经想不通到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为什么这么活着 我为什么每天就是过这样的日子 这些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做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 就已经追问到刨个问题了 对包括我干嘛要在艺术圈呆着 我干嘛要做艺术 就是艺术这事到底是什么 就已经追问到生命价值了 然后就是想不通嘛 就自己给自己堵 堵死了 然后就排了那么一个特别分裂的一个片子 就是 就三个否定吗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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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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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过那段时间我很庆幸的就是刚好在那段时间我正式遇见了佛教 然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的沉静在其中了 因为我突然间发现因为我当时遇见佛教是一个朋友 给我推荐了一个片子一纪录片叫Crazy Wisdom 《丰志》是《秋阳窗八》的一个纪录片 我当时看完这个纪录片我就觉得我深深的被震动了 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把我的心读得那么的准 就是怎么一个人才可以做到把你的心给读得那么的准 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 而且我当时最最受震撼的是他其中说的一段话 就是他说试图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呆上10分钟或15分钟 然后你就那么坐着什么也不用坐就那么坐着 静静的等时间过去 然后等这个15分钟过去了以后 你会得到一个生命中特别重要 而且被你遗忘的一个真理 就是他说 他当时是用英语的 他说actually you can survive by doing nothing 我就觉得我瞬间 就是听到这句话我瞬间被释放了 就是我内心很多的像是我内心有一个香货 就是被里面的货都给卸下来了 一下我感觉那个香货就空了 我觉得特别的释然 很开心 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去 去去去调查这个人啊 这个人到底是谁 然后他写了什么书 我就买了他所有的书 开始读他的书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的觉得这个人 太神奇了 说这秋阳创八这个部分 嗯 对秋阳创八我觉得就像我人生中的 一盏明灯啊 我就觉得这个人太有魅力了 他 嗯 他是一个证悟了的人吗 等于说他已经看明白了这个时间是怎么回事 是一个证悟了的人 他的教学呢又不是教科书似的去讲一些教理啊 他都是他说佛陀的教法是要 他怎么说呢就是 他说佛陀的教法之所以先活是因为 他总是当我吸收了这个教法以后 我这个教法变成了我的一个生命经验 然后我可以通过任何的经验去把这个教法重新给赋予在这个经验上 所以他不再仅仅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些教条 他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与你互动的过程中 这个教法就直接流露出来了 所以他的整个教学过程是非常鲜活的 他有一次就去给一帮美国的New Age的一帮教友们去上课 做一个讲座 然后他特别爱喝酒 然后在那个讲座上呢他就一直在喝酒 然后喝完酒以后他就特别的开心 就讲座还没开始 他一直在那笑然后大笑 然后下面大家都还在一个松散的状态嘛 还没有开始 然后他就在笑笑笑笑笑笑 然后突然间啵登一下他就倒了 就醉了就整个醉过去了就晕了 然后他的试者们就把他给搀扶起来了 搀扶起来以后就说今天讲座就得临时取消了 然后他就把他搀扶到电梯就要回去了 然后他突然间在电梯里面就崩一下就醒了 你觉得怎么样刚刚我这次讲座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他经常会这样就比如说他之前的讲座经常会在那个旁边点一只香 然后有一次他的讲座就是也是下面有几千名观众 他就坐在那个讲台上 然后他旁边依然是一只香啊 然后他拿那个火一点 发现那是一个烟花 就是忽然就引起下面的后男大象 我觉得对我而言他的教法一直是在禅宗层面的嘛 就是像 释迦摩尼粘花释迦叶那个故事一样 他就是 是这样的一种 无言的教法 他是直接是以生命经验与你对话 我觉得或者说日常经验在与你对话 我当时就受很大的冲击 我觉得这个人 非常的有魅力 而且他真的是感觉 我可以说他是彻底的 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吧 你说苹果公司 为什么会在一个打火机上打广告呢 还是这个打火机 特意用了一个苹果的广告呢 这写的是 但是很难相信我们能够将如此多的点子放到这个小东西里 打火机经常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 这是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 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有一个不可左右的一种惯性 或者说要关心这个词太社会学法了 就是说有一个不可左右的一个一个线 始终是在上面好像在牵动着你 就是人就像一个像一个木偶一样 就是说简单点说呢 就是说在跟自我相处的过程里面 因为跟自我相处也是跟社会相处的第一层 就是说人是大部分时候 我甚至说绝大部分时候是一个战败者 就是他无法左右自己 其实我觉得用惯性这词特好 我甚至觉得轮回这词都应该改成惯性这个词 就是他就是惯性 我有时候会有某一些时刻 会让我强烈的体会到这种惯性 就是就比如说有时候经常跟一朋友突然间聊天 然后就他突然间说了一句话 然后把我又接了一句话 然后他突然说我靠 他说几年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 我同样说的这句话 你的回应同样是这句话 一个字都不差 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种极深的恐惧感 你就感觉这么多年白火了 一点长进都没有 就是他抛过来这个问题 我的回答还是这句话 你就觉得 真是只字不差的这种轮回 就是一点都没变 就这种惯性真的是太强了 让你觉得相当的绝望 非常的不自在 就是一点清醒的觉知都没有 就是这种反应就是非常的惯性的 挺苦挺挺挺让人觉得无奈的有时候 就是一个自己还是两个自己 我就 就是 一个我两个我 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 佛法或者佛教它提供的是一种 一些也是类似于一种观念 或者说一种一种世界观 它能帮你稍微 谢一些或缓一缓这个惯性 是 对 不就是绝吗 就是佛者 绝者 就是 绝这个事吧 其实特别容易 就是它其实一直在 只是我们的惯性 我们一直忽略它而已 一直在 就比如说 现在如果我们说现在观众 就是正在屏幕的对面看着我们 当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 这个绝其实就出来了 对吧 那我觉得 那就是说 其实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经验嘛 是吧 你拍片子 然后阅读佛经 游历 其实这就是一个综合性的生活经验体嘛 跟小朋友相处和什么样的 那实际上就是说 这些所有的这些慢慢裂开的裂缝 或者这些经验都能够被你所使用 变成一种 通向绝的一个过程吗 对 是啊 这不就 对 实际上是它确实是一致可用 因为它就是你组成的一个部分嘛 这就为什么说所有人都具有佛性 这就是 它就是你一直带着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走到哪儿 你不管做什么事它都在 所以也就反推过来 就是什么事里面都可以把这个绝给提出来 就是给它提正嘛 所以就是无处不在 这也为什么就是说艺术无处不在 或者是人人都是艺术家 我觉得都是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的 我觉得 因为当绝起来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那个艺术的空间 被打开的那个空间 就是那个惯性忽然间被你看见了 然后 你似乎在那个瞬间就好像 哎 就有了一丝的自由 可以做了一个 可以做一个 可以做一个选择 你可以不再这么说了 一下子你意识到了 哎 我这个惯性 我不再这么 我不再这么说 那个瞬间实际上是非常艺术的一个瞬间 也是一个非常 你可以说往大了说是一个非常革命的一个瞬间 或者是一个非常起义的一个瞬间 非常反叛的一个瞬间 那是真正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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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宜我 这个哟 昨天是真正的反叛 我可不想是试着